送你一辆二手F1方程式赛车 你要开吗 我劝你认真考虑一下 因为光是启动它 你就需要一屋子的人和一屋子的设备了 它们很贵 跟普通机车拧一下 要是就能走完全不同 要让F1动起来 你至少需要以下五个步骤 一步不能少 也一步不能错 第一步 使用外部循环泵 将热的冷却液持续注入到发动机里面 将它的温度提升到80摄氏度左右 以防止运动部件的磨损 第二步 也可以说是跟第一步同时进行的 将发动机的机油加热到相同的温度 不能低也不能高 低了 起不到足够的润滑效果 高了容易产生热点 分解润滑油 并导致发动机产生故障 第三步 润滑发动机 将一根连杆从F1的屁股上穿进去 连接起外部启动电机和F1引擎的齿轮向 带着曲轴转动起来 使机油流变全身充分润滑每个表面 第四步 终于可以按下驾驶舱内的点火开关了 F1的发动机现在独立运行了起来 不过先别急着跳进去 因为工程师还有一大堆的工作要做 确认各项参数是否正常 测试提速和升温是否符合预期 确保机油完全排入到油箱里面等等 这些都过了才有第五步 你可以坐进去 在亲自检查一番后 出发 对了 千万别忘了拔掉各种管线和电缆 否则工程师人手一台的笔记本 你还是要赔的